大家好 歡迎收聽外交短評 在巴黎時間8月4日晚 巴黎奧運會男子游泳4×100米混合泳接力賽中 中國隊以驚人的表現擊敗了美國隊勇奪金牌 終止了美國至1960年奧運新增這個項目以來 64年全勝的紀錄 除了一屆美國在1980年曾抵制莫斯科奧運除外 中國飛魚潘展諾在落後0.72秒的劣勢下 以風捲殘雲的後勁後來居上 帶領中國隊奪金 潘展諾在最後一棒100米自由泳游出的成績是45秒92 而他在幾天前奪得金牌時候所創的100米自由式的世界紀錄是46秒40 雖然接力項目並不計算入個人紀錄 但也觸見他還有大幅突破自己所創的世界紀錄空間 巴士迪布點評認為美國是一個游泳強國 即使近年澳洲等國家開始湧現強漲 但從來沒有像中國那樣可以在4成100 混合泳中搶走美國坐了64年的寶座 這個結果就解釋了 為何美國處心積累要在弱檢問題上大造文章污衊中國隊 評論認為近年中國快速崛興在方方面面都挑戰了美國 如今培養出像潘展諾這位游泳天才 早已打破世界紀錄 美國怎會不知道呢? 所以製造弱檢事件就是想要干擾中國運動員 就是不想看到他們保持了64年的 男子4成100混合泳的寶座被中國奪去的悲劇場面會出現 到今天美國人對於潘展諾在100米自由泳打破世界紀錄 還是表示不能接受 暗示中國運動員如果不是服藥是不會有這樣的成績 評論認為但是他們其實應該更加去研究 潘展諾的成就除了黑虎訓練和個人天賦之外 背後還有整個中國團隊的科研成果 例如他突破了傳統游泳的一些瓶頸 通過高頻率的拉水打水動作 提高游泳速度 他在呼吸上進行改進 以確保長時間高強度比賽中的氧氣供應 這些都是運動技術上的創新 令到他的速度能快速提升突破極限 除了奧運場上 為了壓制中國 近年來美國不斷升級加碼、對華、半導體等先進技術領域的打壓 不過這些招數被他們自己內部的一份報告證實了 選人不利己的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屬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紐約儲備 日前發表了一份報告 發現這些原本自在保護美國企業的出口管制措施 反而對美國企業造成了負面影響 包括供應鏈中斷、運營成本上升和市場競爭力下降等 根據估算 這系列的操作幾年來 令到相關企業損失市值高達1300億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就能通過找尋新供應商 加強自身研發等努力抵消了美方措施的負面影響 這份名為地緣政治風險與脫鉤 來自美國出口管制的證據的報告指出 從2010年到2022年 受到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的管制 被禁止向電信、運輸、電子設備領域外國企業 出口特定商品和服務的美國供應商數量不斷增加 根據報導 受此影響美國企業傾向於終止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關係 無論對方是否受到出口管制針對 報告指這種脫鉤現象長期存在 不過報告同時發現 數據顯示在美方實施出口管制的三年內 這些受影響的美國企業 亦沒有與美國國內或非出口管制目標的盟國客戶 建立起新的供應鏈關係 由於無法迅速找到替代客戶 這部分企業的盈利能力持續受到挑戰 數據顯示 出口管制政策導致相關美國企業收入平均下降8.6% 稅前利潤平均下降25% 這些美國企業因此被迫減少就業崗位 以適應出口管制的負面效果 報告所引用的信息顯示 受到出口管制影響的美國企業 總數下降7.1% 報告亦從財務、融資等領域 評估了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對美國企業的實質影響 發現這些措施為美國企業帶來重大的負帶損害 具體而言 報告發現一旦中國公司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受影響的美國企業將會經歷股價異常下跌 平均而言 一行對華出口管制措施宣布後的20日之內 相關美國企業遭遇的股價下跌跌幅是2.5% 也就是平均損失8.57億美元的市值 紐約聯儲估計 近年來所有受到對華出口管制影響的美國企業市值 總計因此蒸發了1,300億美元 此外受到出口管制影響的美國企業 在融資時也會更困難 他們申請銀行貸款時面臨更高利息、更短期限 報告說 這個不僅在短期內加劇了這些企業的財務困難 長期內也可能對美國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產生深遠影響 資金短缺將會限制企業在研發和市場拓展方面的投入 使得它在技術、進步和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此同時報告也觀察到 受到美方出口管制影響的中國企業 通過形成新的替代中國供應商網絡 以及增加從不受美國出口管制影響 而且與他們已經有合作關係的企業採購 抵消了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的負面影響 報告指出 與受到出口管制打擊的美國公司相比 中國公司有可能更快更有效地進行轉案 即是指改變供應商 因為中國的大型企業享有更強的協調能力 報告說 荷蘭光刻機公司阿斯麥ASML 就是中國這種戰略反應的一個實例 雖然美國的出口管制限制了美國製造的微芯片技術流向中國 但中國就想辦法增加對ASML光刻機的採購 以生產尖端微芯片 直到幾年後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 荷蘭政府才限制ASML向中國出口機器的能力 不僅如此 報告還特別強調 有證據表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產生了異常不到的結果 就是促進中國國內的新一輪自主創新 這些措施不僅幫助中國企業降低了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也增強了他們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 美國芯片巨頭英偉達的CEO黃仁勳 曾經不止一次公開說 中國市場體量無可替代 美國限制對華出口高端芯片 反而令到美國半導體企業備受制肘 為本國科技行業帶來巨大損害 去年7月黃仁勳出席美國《紐約時報》活動時曾說 目前中國有多達50間公司正在開發 可以與英偉達產品競爭的技術 中國可以找到獲得這些技術 或激勵的國內芯片製造商的方法 事實上為了應對拜登政府出口限制 英偉達已經針對中國大陸市場 推出了三款基於AI芯片H-100的降級版產品 包括H-20、L-20和L-2 近日還有外媒報導說 英偉達正在為中國大陸市場 開發全新的旗艦AI芯片B-20 不過美國石影財經網站上月報導說 投資銀行傑富瑞集團 在美客戶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美國正是考慮推出新的貿易管制措施 以阻止英偉達銷售中國特工的H-20芯片 這樣做或會造成英偉達120億美元的損失 除了動員本國企業 美國還一直試圖施壓盟友加碼對華芯片打壓 彭博社7月17日就報導披露 美國正在施壓日本荷蘭等盟國企業 計劃進一步收緊對華芯片出口限制 7月31日 路透社由緩引消息獨家報導 拜登政府預計將在8月修訂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調低決定外國產品受到美國管制的 美國成份含量下限彌補流動 不過彭博社當時分析認為 拜登政府的處境很尷尬 一方面美國半導體公司持反對態度 認為當前對華貿易政策適得其反 損害了美國企業自身利益 同時這時距離11月美國大選只剩下幾個月 美國盟友認為不必要改變政策 這正正表明美國聯合盟友 組建對華芯片統一戰線的努力失敗了 簡單總結 無論是對華芯片的極限制裁 或是對中國奧運代表隊的抹黑 背後都是顯示到美國不能接受被超越 正如巴士迪點評的結論 從法國的阿爾斯通公司到中國的華為 美國接受不了別人的超越 會動用一切的手段去保護自己的王座 但問題是這些手段不是從基本的因素入手 去改善自己的競爭力 而是使用一些下三流的招式打擊對手 最後都是捉羅打水一場空的 大家好 巴士迪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迪布 去巴士迪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迪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刘萊子 可樂 谢谢观看